小米平板4配置确定新一代吃鸡神器逛逛 随着手游绝地求生的大火 现在越来越多赶超 现在越来越有赶超当年农药的趋势 而吃鸡也逐渐成为目前年轻人喜爱的游戏类型 在手机上吃鸡 屏幕太小受到较大限制 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把目光投到了平板上 小米自从推出了小米平板3之后 一直没有更新这个产品线 就在大家以为小米不会再推出新平板产品时 小米公司正是在昨天公布了小米平板4的发布信息 小米官表示将在月25日召开新品发布会 屏时小米平板4将会正式发布 小米平板4将采用骁龙660处理器 对于游戏有着得天独厚的速度优势 再加上你牛i10超快系统加持 和小米针对APP以及游戏做出的牛化 相信这款小米平板4应该会给用户带来畅爽的游戏体验 将会成为新一代的实际神器 据悉小米平板4将会采用全金属机身 采用8英寸超大屏 单手机头握持 就算在游戏当中双手操控速度按键也是没有问题的 相信这款平板可以在25日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大概是一个小银片 一双手 一双手 大厨